绿茶的冲泡小技巧 世人爱喝绿茶大都因为它鲜爽的滋味 所以为了喝到最鲜爽的绿茶 人们在冲泡绿茶的时候 想了很多种冲泡小技巧 来保证绿茶茶汤的鲜爽 本期茶点就将为您详细地介绍 绿茶的下头发 中头发和上头发 这三种泡茶技巧 在开水温度高 又急需泡茶待客时 对一部分调索比较紧实的细嫩明茶 如细嫩的碧螺春 人们往往会采用上头发泡茶 其法事先在杯中冲上开水至七分满 再用茶时摄取适量茶叶 投入剩有开水的茶杯中 它与下头发相比 投茶与冲水的次序正好相反 用上头发泡茶 虽然解决了部分紧实的高级细嫩明茶 因开水温度太高 从而造成的对茶汤和茶滋的不利影响 但采用上头发泡茶 对茶选择较强 如对松散型和毛泵类茶叶 都是不适宜的 否则会使茶叶浮在汤面 同时采用上头发泡茶 会使杯中茶汤浓度上下不一 茶的香气不容易挥发 因此平饮上头发冲泡的茶时 最好先轻轻摇动茶杯 这样才能使茶汤浓度上下均一 茶香得以透发 另外泡茶用水温度偏高 又不是太高时 还有采用中头发泡茶的 其法是先冲上少许的开水 然后投入适量茶叶 接着右手握杯 左手中指抵住杯底 稍加摇动 使茶湿润 再用高冲法冲水至七分满 所以中头发其实就是两次分段发泡茶 它虽然对茶的选择不是很强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泡茶水温偏高 带来的弊端 但却会使泡茶的过程复杂化 而所谓下头发泡茶 是指按茶和水的用量之笔 用茶时摄取适量茶叶置入茶杯 然后将适量的开水高冲入杯 泡成一杯浓淡适宜 鲜爽可口的香味 采用下头发泡茶 操作比较简单 茶叶舒展较快 茶汁容易进出 茶香透发完全 而且整个杯的浓淡均匀 因此有利于提高茶汤的色、香、味 昌为茶艺界所采用